Bio surgical 各位同心現在看上課 請多多 prépar 好 那我們的手機有沒有關精英呢 我有 有 好 很感謝各位剛剛讓我這樣 從頭講到尾都沒有被打斷 我不會拔腔啦 我也没有这样 我们现在 其实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我们讲真的 我们现在教育年轻人 比较不容易 为什么 因为他们从小到目前的教育 全部都是受中华民国的教育 像我这个年纪 常常听长辈在讲 还有大概知道228的一点感觉 那我们的长辈 他们经历过228事件 所以他们非常的深刻 都会告诉我们说 我从小就常常这样 长辈都叫我们 为什么 而且都叫我们说 不要碰政治 所以我们台湾以前都说什么 第一 买兵 第二 做医生 第三 不要讲第三 知道就好 所以那时候都叫我们 不要碰政治 所以很矛盾 我从小 因为我的母亲 并在广播电台当节目主持人 国小三年级开始训练我演讲 我以前是很避暑的 我讲真的啦 那个都是 我相信能力是可以后天培养的 因为我自己就可以证明了 我刚开始的时候 这厨长 国小三年级 我一站到台上 真的 我妈妈叫我背的很熟的稿子 我只会这样子 第一个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点个头 不知道忘记了 因为是要演讲 背的很熟都忘记了 然后呢 老师就一直鼓励我 没有关系不要紧张 可是我的两只腿就一直抖啊 抖不停啊 然后我就又再一次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一直大家好大家好 都一直这样 到最后这样下台了 下台我妈妈就开始想说 这样子不行 过了一年 你上台还是一样会紧张 所以开始 那一年就叫我背一个稿子 我大概演讲前 大概两个月就开始准备了 演讲比赛前 然后开始 在我们修固团师 我在那厨家嘛 在修固团师的客家兵 对着所有的石头 他说你把那些人都当做石头 很认真的演讲 结果呢 第二次上台演讲 国小四年级 第二次上台演讲 三分钟的稿子 我一分钟就给他背完 多快啊 机关枪 就慢慢慢慢这样练 练到现在可以这样子 到世界各国去上一些课程 然后跟大家分享 甚至可以跟人家上课 上三天三夜 我们的课程有的时候九天 有时候六天 有时候三天 我可以这样很轻松的 这能力都是后天培养 所以我们需要 我们真的需要大家 开始自己 我告诉各位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我们的官网 现在有新的官网 官网左边有那个文章的专栏 你就点进去慢慢的 你就告诉你一天看一篇 我是这样一天看一篇 阅读的习惯真的很重要 我在我大概28岁的时候 去上了一个叫陈安芝的超级成功学 我上了那两课之后 老师就告诉我 我有一些都忘记了 但是我记得老师讲说 一定要有阅读的习惯 你知道台湾一年每年出多少本书 各位知道吗 台湾一年 三万本 世界各国一年不知道 我问各位 你有没有一个礼拜看一本书 一个礼拜 像我自己 我们老师告诉我们说 像我们自己都会看杂志 什么一直大量的阅读 大量收集很多的资讯 你才会了解一些最新的资讯 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 但是你不用恐慌 你要真的要了解台湾的历史 台湾的法力 你可以花一点时间 每天就一点时间 看一篇一篇 你一年之后 我跟各位保证 你对台湾的法理 台湾你会很清楚 你会非常的清楚 那需要时间去累积的 那我们现在就先从 那个民政府的必修教材 让各位知道 这是各位每一次上课 你们都一定要去认识的 这些很基本的概念 你概念清楚了 你可以为概念而生 就像孙中山的思想一样 很多人为他的思想抛头颅撒热血 这也是在战争史里面的其中的一篇 我把它揭露出来 美国军队在战争法的架构之内 执行琉球机关 我刚讲到他几天之内把琉球打败了 刚好同一天 1945年的4月1号 美国军队占领琉球 1945年的4月1号 台湾实施 完全实施在日本的帝国的宪法 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台湾对日本有参政权跟参战权 从那时候才会有39,100个台湾的英魂 在日本的晋国神社 因为那时候我们正式就成为永永远远的日本人 这不会改变 台湾永永远远是日本天皇的 除非今天日本天皇 他不要我们了 为什么 习近平 中国大陆 中国有非常多的战争法的专家 当他们研究出来之后 习近平跑到日本 他跟日本天皇讲说 你们日本现在需要钱 你们日本现在需要成长 我们中国现在有钱了 可不可以把台湾卖给我们 习近平跑去日本 跟日本天皇说要买台湾 那请问一下台湾是谁的 对啊 他怎么可以 中国的总理干嘛跑去 中国的总书记干嘛跑去日本 跟日本天皇说要买 其实我告诉各位 我刚刚在讲说我们要回到 我们是泱泱大日本帝国的 我们的规矩跟我们的道德感 我跟各位讲 我们现在已经习惯说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很会嫩整 其实在以前我们真的是路不时宜 在日本时代 有一个台湾的教授 他到日本去跟他们见习 然后到日本 日本东京大学就想说要派台湾的教授来接待台湾的教授 所以他就请了在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的台湾教授 去接我们台湾去的教授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在日本的教授 台湾教授去接台湾来的台湾教授 它开豪华的房车 台湾教授就说为什么日本东京那么难停车 日本又没有车位 日本不是规定有车位才能在东京买车 他说这很简单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日本人都很忘了 我们可以先在日本当天做一个车位 买车有车位才能买车 买车后才把车位抵掉 车就可以开了 欢迎日本的楼子或交通警察 日本的路上没有交通警察 为什么日本的路上 几乎没有看不到交通警察 看不到溢交 台湾的交通警察溢交一大堆 还是交通一大堆一天到晚打劫 日本人守规矩 我们那时候很多朋友刚到日本回来 台湾不太习惯 因为日本人会让行人 日本的车子会让行人 台湾的车子是不太让行人的 这不是重点 日本的台湾教授 就带着台湾的台湾教授 逛了日本好几天 很高兴的回去了 结果台湾教授一年之后来讲习 这次日本的台湾教授刚好回来台湾 所以他在日本东京大学派了一个日本教授 去接待我们台湾的教授 他坐着地铁来接那个教授 那个地铁说 教授你没有车子 他说在东京很难停车 而且东京要有车位才能买车 他说台湾的教授又自作聪明 我跟你说 很简单 既年有一个台湾教授给我 你可以先做车位 再把车位脱掉 你已经有车了 你就可以开了 你知道日本东京教授 日本的教授 东京大学教授 他就淡淡的跟他讲说 我妈妈住在厕所 我可以在厕所买车 我再把车开到厕所 这样我赶快也可以开了 他这样轻轻跟他说 你要了解意思吗 我为什么要做违反法令的事情 明明大家都这样做 为什么我要跟人家不一样 中国人一直在教我们很多 就是没有关系找关系 有关系就没关系 我们在那个时候 那个在法国 一样有一个很长的一篇报导 在那时候80年代 中国人很少去法国留学 结果有一个中国人到法国去留学 法国第一大学毕业 巴黎的第一大学 学历很好 每一个企业 他一毕业之后 企业觉得应该要用他 因为他们都要去推广 80年代都要推广中国的市场 所以他们都说 这个年轻人好 我们要用高薪聘请他 去推广中国市场 他已经很高兴的去应征每一家公司 他每次应征完了之后 都没有下文 所谓没有下文就是 刚开始人家都很热烈的邀请你 到最后都说再联络 谢谢 奇怪 明明大家都要账 为什么到最后没有用他 最后他忍不住人 最后一家大公司 他忍不住冲进去找人事主 人事的主管 我的条件这么好 我又会中文又会法文 又可以帮你们推广国际市场 为什么你不用我 那个人事主管说你一定要听真话 我们怕伤到你 他说不会中国人不怕伤害 没什么好伤的 他说我们查过你的所有的记录 我们发觉你在法国你有两次逃票的记录 我们要推广中国市场 我们要的是过去的记录很好的 很熟法的 他说我是中国来的 我又不熟 他说我们查你逃票的记录 第一次是来法国的一个礼拜 我们可以当作你不熟 但是我们的售票员很清楚告诉你说 在法国没有验票 你要自己去买票 自己去坐会社自己出来 没有验票 但是我们偶尔会查票 我们的售票员很清楚告诉你 在哪里买票 在哪里进去坐车到哪里出来 过了一年你又被查到逃票 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这一年来 你完全没有听售票员的话 你还是继续逃票 他说也就逃票而已 我是留学生 中国留学生你都知道比较没有钱 他说我们不敢 把去中国推广的机会交给你 因为我们如果交给你一千万两千万美金 授权给你这个额度 我们怎么知道 你会不会继续把我们的钱都逃到中国去 我们现在要开始让我们很清楚知道 在讲法理台湾的时候 你就不要再谈政治不要再谈情感 你谈情感台湾没有出入 政治台湾更是肮脏 龌龊 到处都在利益交换 只有法理台湾 你到哪里去 我真的我去跟我的律师朋友 我去跟我的一些 比较白领阶级的朋友 我在跟他们聊的时候 我们谈法理他们都无话可说 他们到最后都只会说 你在台湾行不通 他们无话可说 就用那个情绪来反应我 但是我讲的法理 他们没有办法辩驳 因为我讲的这些都是真的 都是真实的历史 1945年4月1号 美国占领琉球 美国是不是在 成立琉球列岛美国军政府 这我不知道 也敢说你们知道 我告诉你历史 接下来 1945年的8月20号 成立冲绳咨询会 1946年4月20号冲绳民政府 1946年的10月3号 烟美群岛临时北部南西株岛政厅 都是一个一个的 一直在到47年的3月21号 公股民政府 八重山民政府 琉球临时咨询委会 一直到了1950年 过了5年成立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 他们也在摸索 他们也在学习怎么样让琉球可以 比较正常化 国际地位正常化 所以琉球 到最后就有发行琉球 美国 美国发行的琉球旅行证件 1945 1951年的4月1号 过了6年 成立琉球临时中央政府 再成立琉球政府 跳掉了 1952年的4月1号 成立琉球政府 这个琉球政府是在哪里 是在琉球民政府下面 在美国军事政府下面 对不对 对了 所以他成立琉球政府 在市运作 美国军事占领日本琉球的模式是 他成立很多的民政府 八重山民政府 到最后 他成立琉球列岛的 美国民政府设立琉球政府 所以这是在美国民政府之下 所以战争法推论 依照战争法 台湾的美国军事政府 应该要设立台湾民政府 那台湾的美国军事政府 到底有没有来台湾 代位 他们是代位 請中华民国的军事政府 在台湾 因为他们完全搞不清楚 那个中国 在台湾的历史到底是什么 就像外国人去管 那个美国去管伊拉克 越管越大洞一样 伊拉克他说他退出了 2011年好不容易全部退出 然后现在又跑进去了 从昨天开始又轟炸伊拉克的 那个军队 他也搞不清楚伊拉克军队 到底是谁是谁 到底谁比较大 谁比较小 台湾他也搞不清楚 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 台湾到底是日本的还是中国的 他搞不清楚 所以麦克阿瑟那时候想说 让蒋介石有一条退路 所以让蒋介石来台湾 所以台湾美国民政府 他本来应该设立台湾民政府 结果他请中国军事占领 所以台湾中国军政府他应该 这个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 应该设立台湾民政府 应该结果都没有 台湾中国民政府的 台湾行政长官公署 改制成为台湾省政府 应该要设立台湾民政府 台湾政府 他在1945年的10月25号 依照盟军的协议 分配占领日本台湾 分配 所以他们那时候以为 台湾是殖民地 所以他们才会分配占领 让台湾慢慢的就变成中华民国 他们搞不清楚 台湾那时候已经是日本 神圣不可分割领土 就像当初的辽南条约 辽东半岛是中国的 所以辽东半岛不能给日本 台湾是日本的 所以台湾不能给中国 他们搞不清楚 所以他被分配占领 他当然不会协助台湾人 设立台湾民政府 他说那是我的 我唱回来 我从日本手上抢回来 现在的台湾中国民政府 在战争法架构之内 有协助台湾民政府 乃至未来台湾政府 设立运作占领的责任 让实现台湾地位 正常化之前不得废除 所以现在台湾的关系 就是这么的可怜 人家都知道我们是日本的 只有我们自己不知道 人家都知道 就像我们以前常常在讲 我们以前在辩论上在讲说 我请问一下各位 白马是马 白马是不是马 黑马是不是白马 不是 所以黑马不是马 白马不是马 你刚刚讲 你刚跟我讲白马是马 你跟我讲黑马不是白马 所以黑马不是马 下一堂课 右线老师 我一直跟你讲这些逻辑 这些逻辑你要搞清楚 所以现在很多人 中国人都会讲 台湾是中国的 对不对 台湾是日本的 对不对 他们也不对 我跟你讲 他们绝对不跟你说对 所以 好 我请问一下各位 我们常常在讲 那 台湾 台湾人 台湾人 是日本人 对不对 那 台湾人是日本人 那 中国人 不是日本人 对不对 所以中国人 不是台湾人 对不对 他们会跟你讲不对 就像刚刚讲 我说那个黑马不是马 他们绝对不会跟你承认的 那这些 我为什么要跟他们讲这些 就在混淆他们的那些概念 1952年的4月28号 中国殖民政局在美国当局认可 代理台湾美国军事政府 继续占领日本台湾领土 他不承认他是占领 他觉得他分配的 那是他的 基于中国占领当局 没有设立台湾民政府 美国当局完全有立场 亲自执行日本台湾占领 依照战争法设立台湾民政府 那我就请问一下各位 每次谈到这里的时候 很多人就跟我讲说 那既然这样的话 美国他如果不改变怎么办 我们要美国改变 那我请问一下各位 美国当初 为什么会把台湾给日本 为什么会把台湾给中国 因为日本战败了 他认为台湾是日本的殖民 所以台湾要分配 那台湾还给中国 他既然要还给中国 他不想给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是他的敌人 一直以来 俄罗斯的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越南共产党 他只要看到共产党 美国只要看到共产党 他眼睛就很红 他专门喜欢打共产党 很奇怪 美国绝对他的自由经历 他不许有共产党 那他让中华民国来接管台湾 因为中华民国不是共产党 对不对 是不是 对嘛 各位现在开始思考了 但是有一些比较基本的概念 我们要了解 那些历史是不会骗人的 中国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产党 对不对 中华民国不是共产党 对不对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是中华民国 对不对 对啦 不要一直摇头好不好 摇头习惯 好 我告诉各位 他那时候因为中华民国 不是共产党 所以他让中华民国来台湾 那他为什么现在 要这么积极的 跟我们台湾民政府这样一直配合 一直配合 因为中华民国 渐渐的变成共产党了 对不对 对啦 中华民国他现在已经一直在喝 连施明德都搞不清楚 替中华民国去跟中国喝大和解咖啡了 所以马英九听到了 他觉得大和解咖啡很好 所以他去跟习近平 他们准备 他们已经真正准备在APEC要会面 他们现在一直在运作 APEC他们要会面 让马锡会 那不是一直靠近中国吗 那美国会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他不会允许 美国他是以他的国家利益为前提 如果我们今天跳出来看 各位如果有空真的去看一下货币战争 我推荐几本书给各位看 东大爸爸 东京大学的爸爸 东大爸爸写给我的日本史跟日本近代史 两本书 东大爸爸写给我的日本史 还有货币战争 你会知道说每一个国家 当初 德国在跟波兰打仗 结果德国一打败波兰 一打败波兰的时候 在英国那些犹太人 就马上把那些波兰的金币 波兰的金子全部马上给英国 马上给德国 所以那些每一个国家都以自己国家利益为主 我先跟你交换 我把这些犹太人把钱给你 我希望你德国不要杀我们犹太人 结果他金子给他德国继续屠杀犹太人 所以犹太人在恨死德国人 一直到最近才会有所改变 好 这些国家都以他自己的利益为前提 请问一下美国这么大的一个世界警察 他今天说了算 他今天说要遵循战争法 他很少 中国对我们玩两面策略 他一方面说我们顺从 我们就是中国人 我们如果不顺从 我们就是战争犯 一样的道理 美国现在很简单 他可以一下说我现在实施国际法战争法 中华民国请你离开 我现在如果不实施国际法战争法 我请你中华民国代管台湾 那他有没有实质在掌控中华民国 有 他完全实质的掌控 中华民国每一任总统 都应该美国总统拍贺电 才升下 一算 算出来 美国总统不承认 就不算 所以在中华民国 他们很清楚知道美国说了算 马英九也很清楚知道美国说了算 马英九想要改变现状 所以他想要以后说中国说了算 那美国不会让他变成说中国说了算 所以美国还是美国说了算 各位我不是在照口令 我让各位很清楚知道 马英九想要中国说了算 中国也想要在马英九面前说我说了算 但是美国不会让中国说 美国不会让马英九说中国说了算 一定是美国说了算 所以 中国在你当局 他那时候流亡中华民国 对我们的本土台湾人 有两面手法 你不顺从 我对你实施战争法 杀无赦 你顺从 你自己说的 你顺从 那我就把你从日本 解放中国台湾 将本土台湾人 纳入中华民国宪法 我们现在呢 因为有双政府 我们自己是政府 各位要了解 我们台湾民政府是政府 我们要搞不清楚 我们不是政党 所以呢 我们现在对中国占领当局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出去 我们暂时效忠 不要做任何无畏的牺牲 但是我们 日本 美国跟日本 实施台湾地位正常化 这个也是我们现在 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在做的 我们在跟中国做完全的切割 以后我们只跟中国当 当贸易的朋友 我们以后的策略 我们就很清楚 跟瑞士一样 我们是永远的中立国 除非今天我们回到日本邦联 没有 我们就不要跟任何人 我们只要 我们怎么样都可以 我们不要跟钱过不去好不好 你知道当初 美国很厉害 我讲说美国 为什么都对自己的利益 在这里跟各位跳一下 美国当初欠西班牙很多钱 他想说欠西班牙很多钱 还不起怎么办 打他 所以发动美西战争 美国打赢了 还打输了 打赢了 所以西班牙鼻子摸一摸 四个地方给他 不用还了 四个地方 不用还还给他四个 给他古巴 给他菲律宾 给他关岛 给他波多黎各 古巴跟菲律宾 后来都独立了 关岛现在都在美国 那波多黎各勒 波多黎各呢 他就看准美国 现在波多黎各人很聪明 他呢 他也不独立 他也不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周 他有公民投票 他们每三年公民投票一次 他们最近的公民投票 我们愿意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周 美国说你敢争笑 因为我们的宪法规定 美国不能有第五十一周 所以呢 他们公投了以后 决定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周 美国还是无解 所以呢 他们要派兵保护波多黎各 波多黎各他们做生意呢 零关税 也不用外交 所以喔 探北来 都不用开 对 都探巴巴 我们以后台湾 跟美国一样 我们跟他 皮一点 他要保护我们 免于我们被中国的侵略 当然他要连接我们的日本天皇 一起来保护台湾 我们也希望他派军队保护我们 我们不用有外交官 我们的外交部 我们的国防部全部都省下来 都不用花钱 好几千亿都不用花 那些钱都落实到公民的福利 这样好不好 让我们 让我们跟新加坡一样 有免费的24小时免费的餐厅 新加坡人没有人饿死的 24小时免费的餐厅 有上千个志工 提供 所有的人都这样提供 所有食材政府还有补助 这是真的 在新加坡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好的 我们都学过来 德国的好的 因为我本身学教育的 所以我很清楚 各位知道我们的教改 教育改革到现在 各位知道吗 好 不知道几年没关系 我请问一下 教育改革之前 我问一下各位 教育改革之前 我们台湾有2万多家的补习班 大家都要补习升学 对不对 教育改革的目的就是让小朋友 念书没有压力 让我这些念 我的小朋友很多 我有6个女儿 这是真的 我让我的小朋友 不要惊讶 对 我让我的小朋友 基本上念书没有压力 对不对 要让他们念书没有压力 教育改革就让他们考试越来越少 对不对 请问一下 教育改革之后到现在 台湾去年的统计 台湾补习班 从没有教育改革之前的2万多家 现在 教育改革以后 台湾的补习班是增加还是减少 增加了 不是应该减少吗 结果增加几家 各位知道吗 增加1万多家 这是真的 有一个 我们现在 我小朋友以前只要参加一次联考 结果我大女儿她在念大学的时候 她要推增 她要南北奔波 她要做一本厚厚的那个 繁星的那个什么 介绍 然后做一本她从小到大 她连去 比如说当厕所鼓掌 都要把它做成奖状这样 类似卫生鼓掌这样 她所有的都要做成奖状一本 小朋友要写自传 吼吼一本 吼吼一本 吼吼一本呢 然后去台北高雄台中台南花莲 四处送 以前考试一次定松生 这不是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吗 你说贫穷人家小孩 他有办法做这种 这么費工的事情吗 我再举例 有人为了要念台大医科 他们也在珍视 结果呢 他们就珍视到一个建国中学的小朋友 他就问他 教授就问他说 你要进来我念我们台大医科 请问一下 你印象中 你曾经失败过 但是你又跌倒又爬起来的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他说有有有 我高中一年級的时候 我们全班去参加那个什么 合唱比赛 我们表现得很好 然后呢 我们拿到冠军 结果第二年我们就松懈了 我们一落千丈 几乎拿到倒数第二名 结果我们痛定思痛 第三年我们又努力的表现 我们合唱团有没有拿到冠军 这是我们 失败为成功之母的经验 老师说很好 就把他打个勾 下一堂 北一女的进来 你也要念我们台大医科 对不对 请问一下有没有跌倒过 在成功的经验 有有有 我们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参加和尚团比赛 我们拿到第一名 然后呢第二年的时候 我们不小心 教授说 一模一模 你为什么你们讲的一样 你们是参加哪一届 可是你们不同学校啊 他说 我们参加同一个补习班 补习班教的 连那个都有公版 连那个都有公版 这是台湾的補习班 所以你说教育改革 台湾的学生怎么会变得很聪明 越教越笨 台湾的学生不会思考 我跳下给各位看 你们回去慢慢看这些内容 我跳下给各位看一下这个 好 被占领地区 是美国为了排除敌方控制 经由武力而占有的地区 军队并不需要在被占领的地区 存在以示占有 当然 他不会让你感觉到他的存在 我自己 因为民主长一直讲金湖路100号 我们这里是龟山香 什么什么路100号 圆山坑路100号 我也跑到金湖路100号 我去了好几次 因为民主长说那边有美军 今年要完工 2014要完工 所以我看到底有没有美军 我早上去晚上去这样 我有看到 所以他们是很默默地在坐这样 然后他们远远地一看到我在二楼 那个房子二楼 一看到我他们就躲进去这样 他不想让我们台湾人知道 不想让我们台湾人知道他现在存在 军队没有需要在被占领地区存在以示占有 但是占领军必须有能力在领土的任何地区 可以迅速部署以强失权力 所以在那时候伊拉庚跟科威德战争的时候 美国可以迅速部署 然后拦截中共的导弹 可以迅速部署 所以美国他在我们附近而已 他甚至在很多地方 下一堂课潘悠千潘老师也要告诉各位 美国其实对台湾的整个军事设施都遼如指掌 对台湾的军事设施也掌控得很好 曾经 曾经 美国有四个核弹头 本来要送到某个基地去存放 结果不小心 大概人家写错了 就像台人 台湾 他本来可能要存到泰国 结果他不小心运到台湾 就这样子 长驱直入到台南的基地存在那里 这是我们的记者讲的 等一下你们就看到那个新闻 然后一年之后他们清点库存 少了四颗核弹头 跑到哪里 跑到台南的基地里面 所以他们当天晚上 就派军机飞到台中清泉缸 然后再派军车去把导弹运出来 第二天一大早在太平洋上面的时候 打电话给国防部长 国防部长刚睡醒 中华民国的国防部长 跟他讲说 我们从台南的基地里面 运了四颗导弹走了 对不起我们放错地方 然后那个你知道国防部长怎么回答 美国那个在台协会的 跟他讲之后 他说好可惜 我们不知道我们曾经有核弹头 没有可以好好研究一下 增进我们的军事 所以他们完全不知道 完全状况外 所以你说美国有没有实施 对我们的军事占领 有啦 只是没有那么清楚 他对我们完全实施军事占领 单一的军事占领 不要再有那个中间的仲介 所以呢 美军完全有能力 在台湾岛内任何地区迅速部署 台湾即使没有美军住在 也是美国法里占领 这一点 可以回答不知道 台湾尚有占领事实的无知者 我们再来看喔 测换既有的政府 建构新的组织是最激烈的政权政变 占领国应该只有在 旧政权彻底瓦解或有敌意 或对安全稳定有威胁 以致不得容忍其继续存在 才有这种政权改变 日本政府在1945年4月1号 将台湾编入日本国土的一部分之后 就体制而言 台湾总督府应该改由适当的地方制度 取代而不富有继续存在的正常性 尽管如此 基于原本在台湾领土上 既为政府的台湾总督府 1945年10月20号已经彻底瓦解 美国当局理应督促 中国占领金 依照战争法 循最激烈之政权政变的模式 在台湾占领地 为本土台湾人设立一个新的民事政府 因为总督府不见了 他要设立台湾民事政府 他也要找台湾人 他不能用他们中国人自己来成立民事政府 然而美国当局 却纵容本职为中国军事政府的台湾治理当局 将占领日本台湾误导成为解放中国台湾 技术性的回避设立台湾民政府 模糊台湾的地位 所以这69年来 我们的台湾的小朋友通通不知道 以为我们是解放中国台湾 占领国必须遵循现行的法律 在许多情况之下 可能需要改变现行的法律 国际法对其条件很明确 在被占领领土改变民法的时候 必须符合这些条件 更明确的说 占领大局必须遵循被占领领土所施实的法律 而有改变的必要 必须符合国际法 所以这里跳过来跟各位讲 因为时间关系我要五分钟 我让各位知道 美国在占领古巴 采取西班牙法律 中华民国占领台湾 应该采行什么法律 日本法律 治理古巴的占领地 中华民国在占领台湾期间 没有采现行日本法律 而采中华民国的法律 治理台湾的占领地 明显逾越占领国的军政府的权限 就像伊拉克 他那时候也是用伊拉克的法律 那我们来看中国奴化台湾的真相 最后五分钟 让各位你可以去看这篇 中国奴化 他怎么样让我们变成奴隶 然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这是台湾奴化教育 他从69年前就开始 有计划有策略的 七七卢国桥事变 是蒋介石被迫呼吁对日战争 讲到对日战争 在那个时候蒋介石宣布对日抗战 是蒋介石宣布的吗 不是 不是 是谁 那时候的主席叫林森 蒋介石根本没有资格宣布 那时候中国有四个政府 那时候 第一个林森领导的中华民国 第二个毛泽东领导的延安的政府 第三个汪精卫领导的上海的政府 第四个满洲国的政府 中国有四个政府 很奇怪 他们四个政府 有两个政府 在中国一个地方 两个政府对日本宣战 两个政府对美国宣战 他们到底要打什么 很好笑 真的啊 汪精卫宣布对美国宣战 满洲国宣布对美国宣战 然后毛泽东宣布对日本宣战 然后林森宣布对日本宣战 他们自己打得清楚吗 他们先打一打 然后再决定对谁宣战 一个国家 四个政府宣布对两个国家 一个轴心国 一个同盟国 他们到底要打谁 中国自己都乱七八糟 他说对日战争 但是一路战败 然后到四川重庆 几乎到了要投降 但是1941年12月9号 趁着日本骑袭珍珠港 美国国会八日对日本帝国宣战 中华民国林森主席对日宣战 蒋介石是行政院长 没有资格宣战 不符合国际战争法 日本帝国不理他 1945年8月15号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盟军最高统帅的命令 蒋介石现在来台湾代表接受日军投降 台湾因此接受军事战管 中国历经死伤惨烈的内战 中国共产党击败中国国民党 消灭了中华民国 他真的是消灭 在南京有一个石碑各位知道吗 1912到1949 中华民国 你的1912dash 后面如果有日期 表示那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了 你会看到美国说1989 然后到2014吗 不会吧 美国应该不会说dash2014吧 1912到1949 对出生到结束 1949年10月1号 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改朝换代 事实上跟台湾人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在蒋介石军队来台湾战管的时候 中国内战胜负分晓 中华民国流亡台湾 离开法定领土 再另外领土建立政权 在国际法被称为流亡政权 流亡政权不得就地合法 他开始一边执行占领台湾 一边流亡台湾 所谓光复台湾反攻大陆白色恐怖 这些戒严时期 1952年4月28号 对日旧金山合约生效 新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 保留主权义务 但是日本天皇人保有其领土的 所有主权 所有权跟主权 这个是真正的台湾的历史 各位可以清楚知道 他用奴化的教育 开始让你完全不了解 让你真的就是认贼做父 这最悲惨的 每次武侠小说里面不是都这样子吗 那个敌人把他抓来自己养 养到长大了以后再回去杀他亲生父亲 所以他希望我们以后 当中华民国的兵 然后开始可以对日宣战 我们去打我们的老子 有这样吗 儿子打老子 你有听过吗 他生了三个小孩 刚刚秘书讲 生了三个小孩 大儿子已经死了 我们是二儿子 我们二儿子 应该要忠心才对 怎么可以去打自己的老子呢 但是他希望我们这样做 所以 你可以开始回去 真正去看一下 小朋友的历史书 你去翻一下 我的小朋友 现在在学校都会跟同学讲 我们台湾没有光复节 但是每一个同学 他国小六年级 但每个同学都跟他比这样子 真的 他讲真话 讲真话有时候会很孤独 但是真的拜托各位 花一点时间 我们后面那边 我们的那个新台湾论 这真的是新台湾论 让你真正了解台湾 台湾战争史 现在有一二三四四本 后面如果你懂原文 还有原文的 我们跟美国法院的一些判例 跟他们打官司的一些 所有的内容 当你越了解 我们现在在做的 我认为我们现在在做的 是让我们的下一代 可以真正的认识台湾的历史 可以一代接着一代 告诉大家 我们是日本台湾人 我们不是中国人 让我们一起 把中华民国 赶出台湾 这样好不好 好 谢谢